我們現在在邁德里他們當地的山上 不太敢亂跑 因為人生地不熟 他們當地的小朋友也是很熱情 剛我在拍照然後就跑過來自拍 他們問我日本話的美好人生 我們在南北騎摩托車 Vamos 超流浪汗的 我們在麥德里纜車上面 他有六條纜車 我們選了其中一條 然後要到他們的山上去看 帶大家看一下麥德里的纜車長什麼樣子 而且很壯觀耶 因為下面不都是房子 很特別 好看一下 窗戶沒有很乾淨 但是 可以看到很多 房子 你看我們的房子長這樣子 然後 水溝旁邊 然後他們還有運動場 有一個足球場 麥德里的交通很方便 相對來說 波格達 因為他有捷運 然後他有六個纜車系統 除了觀光之外 也可以讓你 當地人 就是到他們比較方便住的地方 他們的區域這樣 當然 地區還是太大了 但至少 聊勝於五嘛 優比沒有好 然後你看他們在山上 在那邊洗衣服 所以待會我下纜車之後 我要繼續下去嗎 我要去走一走嗎 還是 應該可以去晃晃嘛 帶大家去晃一下 麥德里山上 他們的平民住宅 我不知道是不是平民窟 但就是平民住宅 他們的 當地生活狀況 蘇捷運站他們的那個 對他們的區域是這樣 然後很多小朋友 很多住宅 他們都很好奇 很好奇 怎麼來了一個 阿州面孔 外國人 對阿倫來說我是外國人 你好 你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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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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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什麼 我搭的這個纜車 根本不是觀光纜車 是他們當地纜車 哇 刺激刺激了 來看一下 然後來到一個很當地的地方 這裡完全沒有任何的觀光客 尷尬 然後當地小朋友看到我就很驚訝 說你是哪裡人的 日本嗎 還是中國 我說台灣 他說台灣是哪裡 他不知道 然後這裡都不用戴安全帽 所以其實也是有危險性 我會把我的背包縮起來了 OK 那我們要走到當地去看看吧 當地住宅平房巷弄之間 我們來走看看 好累喔 他們一間房 你看到這樣一層 可能就是一個人家住 然後就這樣 大概一房一廳 對 然後樓上住別人 全部集合在這邊 好累喔 他們的住宅 走這裡看看 然後大家就安居樂業 就坐在這個地方 雨似無爭的感覺 復典也有學校啊 雜貨店那些的 然後會有一個教堂 這裡的風景還不錯 可以看到整個 哥倫比 麥德里 他們也是有危險的區域啊 還是要小心 先頭髮 那會危險的還是有 所以是人多的地方 比較安全一點 那邊的住宅區 桌球室 好啦 那邊就是麥德里市區 超級長 就是一路從捷運這樣坐坐坐 然後坐停電電車 然後再坐纜車這樣上來 這種住宅真的只有麥德里會有 很特別 就是我們以前看讀宅啊 看一些哥倫比亞電影看到的畫面 現在到我眼前出現 真的很特別 嗨 怎麼叫 麥格蘭 我是Morris 你哪裡? 我去美金 美金 你多少年? 10 10 10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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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 蛤 他們當地的小朋友 也是很熱情 剛剛我在拍照 然後他就跑過來自拍 這樣子 預備 吃起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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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真的很有趣 OK 我們現在在米麥德里他們當地的山上 不太敢亂跑 因為人生地不熟 所以就在這邊就好了 安全第一 至少看到他們當地的生活 當什麼樣子 就是那種集合式的山居住宅 滿特別的 然後他們都一直有是日本人 或中國人 沒有人知道台灣 好啦 你好 你好 沒有人到英文 都在那裡 你的人到英語 很多人到英文 有在英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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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英文 有在英文嗎 很特別 他說他會講英文 你會講嗎 會 他媽說他不會 超白癡的 很可愛 他們的集合住宅就像後面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是麥德林的第一站 不知道後面會有什麼樣精彩的故事發生 帶大家看一下 安全第一啦 至少影片要留出來 影片要存下來吧 相機不能不見啊 電腦也不能不見 人也不能不見 錢也不能不見 還在討論足球 沒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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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很可愛 當地的小朋友 跟我那個大叔 他們在問我哪裡來的 日本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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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Frank 韓國 韓國 韓国 韓國 這裡谷 好 啊,是,台灣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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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很小 中國是中國,中國是最適合的地方 對,這裡有很多人 我說我要回捷運站了,他們要不要跟我去 他們說好,他們要帶路 出發的第二天,緊張又興奮 好奇而隨便選了一條奶車 竟然不是連到觀光區 傻眼 但也因為這樣讓我一探真正哥倫比亞 麥德林郊區居民的生活 一開始西文還很爛的我 又是外國面孔,真的不敢跑太遠 生怕自己遭遇不測 正當準備被恐懼吞噬時 幸好有米家還有霍西兩位小天使來和我聊天 我才恍然大悟 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也是很純樸 並不像影集產術的那樣危險 也謝了這次的機會 讓我打破原本的特版印象 但是這兩位小天使 似乎對我已經有先入圍組的印象 你好嗎? 日本人 你好嗎? 你好嗎? 日本人嗎? 你好嗎? 你好嗎? 日本人嗎? 他們問我日本話的你好 看吧,他們一直覺得我是日本人 我始終相信心理立法則 當你向世界產開心房勇敢踏出去 通常得到的結果不會太差啦 不過當然還是要小心謹慎 就像搭了這趟纜車 我得到了超乎預期的收穫 不僅交到了好朋友也對麥德尼完全改觀了 所以我希望能夠將這份感動 一起分享給螢幕前的你 好,到了,要告別啦 好,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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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耶 當時小朋友也是很熱情 小朋友就天真無險 但是手機還是要小心他被拖走 對,房人之心不可無 OK 你叫你? 米格 你好 你叫你? 你好 你好 謝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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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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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臺灣 嗨 謝謝 謝謝